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警告 韩国中东呼吸综合症疫情的规模庞大 而且情况复杂 预计确诊病例将会持续增加 不过专家指出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病毒在社区传播 在韩国考察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没有迹象显示 韩国爆发疫情中的病毒出现变异 以致病毒变得更容易传播 专家也表示 有些当地民众的习惯 可能对病毒传播带来影响 在全国陷入恐慌与不安之际 首都首尔仍如期举行公务员考试 但现场采取多项防范措施 数万名考生在进入考场前 必须先进行体温检测 考场外也为考生提供口罩和手用消毒液 这名考生表示 虽然担心会感染病毒 但是为了考试 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准备 所以决定参加考试 而且他对防范措施相当放心 当地新增病例在一度放缓后 今天又添加12起 其中包括一名曾经载送受感染病患的救护车司机 确诊病例总数目前达到138起 而死亡病例则增加到14人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